2018年农村振兴计划提出了新农村建设 农民的住房将进行统一的一个建设改革 消息传出来以后 网络上的网友就炸开了锅 纷纷的表达了对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想法 有的是支持 有的不太支持 支持的人都表示新农村建设 住房环境好了 那么道路变宽了 环境各方面都不错 农村也会变得非常的洋气了 那么不支持的人就说 新农村建设将会全部色调一样 缺乏了农村的一些味道 同时房子是农民半辈子心血建设的 都搬进了洋房的话 那么你离种地的这个地也远了 非常的不便利 不过说到底 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资金问题 所有说的这些 到底由谁来承担这笔费用呢 你说建设 你说改革 这笔钱谁来拿呢 我想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 那么以部分地区的情况为例 大部分呢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农民自己建房 当然是在遵循统一规划 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国家会给农民每户发 18万的补贴 大家听清楚了 是18万啊 那么同时呢 房屋周围的基础 设施的费用 也是由国家来进行承担的 第二种呢 就是农民买房 一般来说呢 国家会在规划区内 把房子给您建好了 然后呢以低价呢 出售给咱们农民 同时农民还能领到 一定数额的一个补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农民房屋的统一规划 并不是所有的农村的村庄 都会去进行 以下三种呢 就不在咱们的规划范围之内 第一种呢 就是发展非常好的村子 比如说靠海啊 或者其他的 自己小村子搞得不错 家家有自己的小洋房 开着小车 那么这种村子 它的经济情况已经达标了 就不会进入重新规划的范围之内 第二种呢 城乡结合部 这类的村子呢 离城市非常的近 一般都会纳入了 这个城市的规划当中 所以农村房屋规划 也不会考虑的 第三种呢 传统文化 古村落 这个村子呢 大部分都是什么 类史遗留的一个建筑 不会轻易的进行重建 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是重新的翻修啊 不属于重建的 那么统一规划建设楼房 农村的这个老人也说话了 也表示说什么呢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上下楼不方便 干农活的话 工具往哪放啊 我养的这些家树啊 这个养猪的猪圈 能往哪里放啊 你楼房也能够放吗 对于这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 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生活了一辈子的 这个独家小院 要搬到这个楼房上 的确是有点不适应的 虽然说支持的也多 这个不支持的也有 每个人说的呢 都有那么一丁点道理 但是的确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对总体长远来说 还是利大于弊的 时代在发展 农民的生活也需要 跟随着时代的脚步 不然可能就会面临 落后的这种尴尬 农村房屋规划呢 每户的补助是18万元 农民朋友们 你们愿意吗